这两天的新闻相当的多 有关于这个中国股市的 有关于这个出入境新的政策的 也有关于习近平鼓励民企 肯定民企曾经在中国经济发展中 起到的贡献 那么沙特这个异议记者被杀 被分尸 也是一个极端的例子 那么其实我们知道 未来 很快将出现在人们眼中的一个热点是什么呢 是伊朗石油问题 我们知道美国提出了 在2018年11月4号截止到这个日期 要求所有与美国交易的国家 都必须要从伊朗进口石油的这个数量降低为零 这意味着什么呢 继续进口伊朗石油的国家 将受到美国的制裁 中国 应该就是其中之一 可能在美国人眼里 没有之一 因为我们知道 中国基于自己目前的人员安全 多方向的进行采购 早就已经把沙特 不再当做石油进口的大国 中国从这个俄罗斯进口石油 它的决策是相当奇特的 我们知道 中国历史上 曾经为了三峡大坝的建立 在人大开了无数次的会议 最后由人大做出了决议 三峡的动态投资 也就五千多亿 那么习近平一上台 他就跟俄罗斯签署了一个 长达25年的 涉及到人民币总数 两万多亿的一个 对俄国石油进口的 这么一个协议 至今为止没有听到 任何一级人大 对他曾经审批过 那么当然我们也知道了 中国 从2017年开始 为了降低 对美国的贸易顺差 曾经也进口过 美国的石油天然气 今年美国开始 对中国断油了 人家不在乎你这点进口量 中国对伊朗石油的进口 已经有好几年了 中国的所谓一带一路 对人员上的需求 伊朗也是一个重点 可以想见的 中国政府不会在 美国设定的这个期限之前 把对伊朗的石油 把对伊朗的石油进口量降低为零 所以我相信 很快这个热点就会出现 我们知道中美在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之前 中美之间的 私下的沟通是有的 在欧洲 在亚洲都有 基辛格来这个中国访问之前 最后一个 勾兑的地点 是巴基斯坦 现在呢 中美之间 已经丧失了 正常沟通的渠道 所以我们看到了 王岐山率领一个代表团 到以色列进行访问 我们知道 以色列不仅是 他们自诩的 上帝的选民 他们同时也是 美国在中东意志体现的 这么一个代表 通过这个渠道 试图在跟美国政府 进行私下的交流 应该是王岐山这次出访的目的 没有质疑 现在无论说什么 做什么 我们看不到公开的信息 因为川普政府 已经明确地拒绝了 中国政府提出的 正常的交流 川普认为 中国目前还没有做好 与美国沟通的这个准备 他非常清楚 中共为了捍卫自己的统治地位 是不会响应美国的要求的 那么现在我们就看到了这种 所谓的体外循环 用非正式的方式 试图进行新一轮的沟通 能不能有什么结果 我们不知道 我们只能知道一点 中国现在它也很难 从中共目前的角度上来说 它不断地放出一些政策气球 既有对内的部分 也有对外的部分 对内 他们不断地试探 软化 或者说安抚 中国的权贵集团 希望他们不要在中国遇到外部干涉的情况下 分散中共内部的力量 同时他们也在软化中国企业家 中国权贵 外逃资金的各式各样的方式 现在我们看到了连人员的进出 也在进行控制 去年他们尝试了一番 由个别省份 以电脑升级的这么一个方式 以这个借口 而进行的 终止出入境的办理 那么现在又宣布 从11月10号开始 终止审核 非劳务出口的 这些中介的资质认定 已经审批认定的 都被宣布作非 下一轮甚至你能不能出去 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办理 新的政策 将会逐渐的出台 在这种情况下 你还能希望它 更好地响应国际社会的要求 进行经济体制上 政治体制上的改革 那么我们知道 如果中国的外向型经济 被终止了 或者说不再以它为主流了 那么中国对人员的需要 将会大大的降低 从2004年 中国外向型经济 对外贸易依赖度70% 涨到2017年的20% 其实中共一直在做一个调整 这个调整不是习近平时代开始的 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是 中共政策的一个结果 那么对伊朗的石油 进口是不是非常重要 这个问题 其实已经可以打一个折扣了 如果与美国之间 私下的沟通 达到了一定的认知 对伊朗的石油 完全可以终止 以换取美国 对它的一次解冻 这个解冻甚至 不是中美之间 这一轮较量的终结 而是能够进行 正常谈判的一次机会 那么第二种可能 就是完全谈崩了 在这种情况下 干脆破罐的破碎 变换一个名目 继续进口伊朗石油 只不过发货方 不再是伊朗政府 或者是伊朗的石油器公司 替代为俄罗斯的 或者其他名目 无论是什么样一个结果 这个热点 离我们也就半个月了 很快我们会看到 最终的结果 我相信 无论中共怎么应对 这都是非常尴尬的一个事件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